我們是東京一早的小午 我是鮑伯 我是文 在東京旅遊吃完晚餐只能回飯店休息嗎? 今天東京小午帶大家晚餐後 從銀座玩到三月前的東京夜遊 好的,那我們第一站就帶大家來到東京的頂樓 看一下銀座的夜景 這展望台雖然不是屬於高樓層 但是它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看完銀座的夜景 接下來我們往這點方向走吧 這個東京的東京的頂樓 它的晚上時間開放到十一點半 所以晚一點來參觀也是沒有問題 晚上的時候要到七樓這邊 跟白天的時候簡單不同的感覺 接下來帶大家往玩之內的方向前進 那接下來帶大家去我身後方的大樓 去看東京車站的夜景 這邊的Kitea以及我後方的新玩之內大樓 都是東橋推薦看東京車站夜景的景點 我們現在在Kitea的B1 接下來要搭地鐵到三月前 那我們從地下鐵的A8出口出來 就會到我們推薦大家可以上去的東方文化酒店 可以坐在這邊悠閒的享受茶店 跟飲料酒也是在我們享受 這樣喝兩杯茶然後吃一盤巧克力的平盤 一個人是三千日幣 那除了東方文化以外 夜晚在這附近周遭散步也算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散步經過日本第一家成品書店 這就是四均Teras 山景駐有信託銀行 以及日本橋 以上就是吃飽飯後 從東京到三月前行產啦 我是鮑伯 鮑鮑 下次再見 掰掰 Yoshida 如果闡人 就是明天 neighbours ミôn 大家 都是 kons